看我在Dunkin Donut逗留的时候 我去旅馆喝了咖啡以后 然后到Dunkin Donut逗留了一段时间 上网 本来上网的过程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想打开Google Language Tool的时候 Google翻译软件的feature的时候 怎么就被挡住了 不然我用Google Language Tool 早上的时候 今天早上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我刚醒来 大概是几点 我当时录了相后来 几点我醒来以后 刚醒来大概六点半左右 六点半 刚醒来还在床上躺着 耳塞戴在耳朵里 两只耳塞 有一个人在Cretan Road上面 开了摩托车 非常想故意骚扰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人 他在这一代的匪类处类 匪类处类 animal-like persons bandit-like persons hooligans they got access to the electronic product or electric product i mean both in my home 用那个偷听偷看的装置 要么他们非法装上的 要么就是 利用我在这儿 已经买的这些电器 电子设备 电器 这些 照相机 移动电话 这一类的东西 偷听偷看我 知道我在 知道我刚醒来 刚醒过来 他们就在 路上发噪音 用那个极大的噪音 对我进行伤害和骚扰 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不是今天早上 24号 2017年12月24号早上 发生了一次 发生很多次了 还有一件事 今天发生的是什么 晚上 我去那个旅馆喝咖啡 喝了以后 开到那个 开出来以后 我发现 我那个照相机 不在包里 后来回到家里 才发现 照相机怎么放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是我 临走前 你看我如果看到 照相机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应该把它捡起来 带着那个包里 我想 这照相机可能是 在旅馆的时候 被人偷出来 然后偷偷放到我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 有可能 偷偷放到我家里来了 锁到家里面 这是本地一些 犯罪侵害活动者 都进行犯罪侵害的 多次进行这种 犯罪侵害活动 发生好多次了 这种类似的 从我那个包里面 偷东西出来 然后放到 很快的放到 我锁的家里面 发生好多次了 这种情况 2017年12月24号 晚上的时候 我 denken这不过 真的要能行 这种本地的 是